欢迎来到女明星新闻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再次被赵丽颖的清纯脸,惊艳穿蓝色睡裙状态太好 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长相,身高,形象气质不同,但却各有各的魅力所在 所以大家在选择服饰的时候,便可以尽情地发挥着个人的优势 选择适合自己且能凸显形象魅力的服饰来完成有效穿搭,会很有吸引力哦 对于年轻女孩来说,建议多走甜美路线,穿显嫩有活力的服饰,状态看着太好了 圆脸女孩不要错过甜美感穿搭,多尝试浅色服饰,打造清纯时尚造型 在不同年龄感下,从大家的形象气质当中就能一眼看出来 而年纪尚轻的甜美女孩,选择浅色服饰来搭配便再适合不过了 甜美有饭的温柔风穿搭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家也许会丢失一部分珍贵的东西 但是唯一能够回馈给你的便是丰富的人生经历 个人的眼神当中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是掩饰不住 而对于女性的形象气质也是如此,随着年龄的增加 能够丰迎自己的便是由内而外的形象气质与独特韵味 所以大家在选择服饰单品的时候,需要大家多多借鉴着个人形象韵味 从而选择适合自己的服装单品,展现出丰富多彩的造型美感 个人特有的魅力也会散发出来,使之魅力值大大倍增 蓝色断面睡裙搭配白色长外套 往往对于30家的女性来说,知性、温婉、大气等一些气质魅力都是当下年纪所特有的 所以综合着个人的魅力来选择浅色服饰走温柔风穿搭路线会更很合适哦 其中,选择浅蓝色的断面褶皱修身款裙装与白色长款外套的随性搭配就不错 浅蓝色作为一种活力色彩,在浅淡清新的色调感下,足以增强氛围感 展现出灵动、甜美、可爱、俏皮的一面形象韵味 同时在断面面料的光滑质感下以及白褶裙摆打造修身版型的作用 以精致穿搭的技巧性搭配,便可以充分丰富造型 展现出简灵而美好的一面 潮流时尚的温柔风穿搭 白色皮草外套内搭黑色休闲服饰 在秋冬季节,爱美的女孩也不会在穿着打扮上降旧 尽管所面对的服饰单品都是比较厚重的 但是也可以根据特有的服装款式以及灵活性的搭配技巧来丰富穿搭 展现出潮流风采,从而轻松体现出温柔甜美饭 其中,短款的小皮草就是打造轻奢贵气感穿搭的有效服饰 结合着毛绒的细腻质感增加画力感 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下 生日会或者是私下聚会里就可以充分选择此种服饰展现魅力 同时也符合走轻奢高级路线的一种搭配模板 尽管白色的皮草外套有着一定轻奢感与贵气感 但是在色彩浅淡的膨胀效果下也少不了造型的臃肿性 所以建议大家在搭配的时候要多多注意一下搭配技巧 这样才有利于造型感的完美呈现 比如说内搭一身黑色修身款服饰就很不错 众所周知黑色的服饰是百搭显瘦款的有效单品 同时结合着经典配色搭配方案 以及内搭服饰的紧致感与宽松外套服饰的完美结合 可以说是恰到好处 显瘦且高级 时尚达人们可以轻松衣服 蓝色荷叶款白者衬衫裙搭配白色马甲 在不同的场合下 大家的穿搭思路也是完全不同的 相对于正式场合下的贵气轻奢感造型 在日常生活中更建议大家选择一种接地气的随性感穿搭 充分活力 简约又时尚 因此 建议大家选择走甜美清纯路线的淑女感穿搭便是不错的选择 其中 色彩配色方案也是搭配思路之一 以展现清新活力感的蓝色与白色两种极为养眼的配色方案呈现出来 充分体现了青春活力感 而对于大家来说 也充分体现了简灵造型的魅力风采 吸引力极强 选择荷叶翻灵感设计感的衬衫白者群来搭配 整个人的甜美度立马就提升了 同时在衬衫版型极强的修饰性作用下 叠穿一件白色小马甲 一身造型更鲜嫩了 由内而外的展现出甜美饭 十分养眼 奶白色针织衫搭配红色格纹半身裙 针织类单品在面料质感的独特作用下 以软弱质感展现出细腻而高级的独特魅力 同时对于穿搭者来说 也是优化年龄感展现俏皮可爱风采的有效选择 且在奶白色色彩的淡雅色调感下 选择一条半身裙就是适合大家在约会的场合下选择 足以展现出甜美优压饭 唯美而心动 电影秘战结局是怎样的 赵丽颖扮演的是谁 电影秘战的结局是任达化扮演的反派角色 如果秦老板被郭富城扮演的林翔杀害 也算是罪有应得 在经过了松户会战之后 林翔完成了组织交给他的任务 大猫却在对抗敌人的过程中意外身亡了 得知真相的蓝芳伤心欲绝 值得庆幸的是这部电影中的男女主角都活了下来 并且顺利完成了任务 在电影秘战中赵丽颖扮演的是谁 在电影秘战中赵丽颖扮演的是女主角蓝芳 这是一个善解人意 懂得隐忍的角色 在外人面前 蓝芳自称是林翔的太太 实则却是伟大无私的暗线战士 为了完成组织交付给自己的任务 她不惜一切代价 即使直面敌人也毫不退缩 蓝芳坚持不懈 一次又一次躲过敌人追击 她与男主角林翔共同抗敌 一刻都没有放弃过心中的梦想 我感觉赵丽颖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挺好的 将蓝芳那种英勇无畏的个性完美的展现出来了 在很多观众的印象里 赵丽颖总是会扮演一些相对可爱的角色 因为她的外貌看起来娇小灵动 显得比较卡娃伊 在这部影片中 她彻底摆脱了以往的人物形象 穿上旗袍之后 举止优压 很有女人味 密战这部电影好看吗 我个人感觉密战是一部很精彩的谍战电影 其中不仅有赵丽颖 还有任达化 张翰 朱一龙 郭富城等演员 大家的表现都很不错 尤其是张翰扮演的梁栋 这个角色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梁栋看似为人正派 实则心肠歹毒 为了谋生 甚至不惜出卖自己的良心 梁栋与蓝芳原本是一对如赵丽颖拍迪奥秋季大片 意外壮脸时尚博主陈一丁 都是颜色惹的货 赵丽颖 靠着自己多年打拼 从跑龙套到女一号 再到拥有多家公司股份的女企业家 这股拼件是很值得广大的女性朋友学习的 不过 有网友说她是时尚黑洞 倒是有点夸张过头 她的大部分穿搭还是不错的 比如说这套深橘色 T恤而搭配像牙色的背带裤 就很能体现赵丽颖可爱 活泼的气质 服饰的对比度和她皮肤与毛发的对比度一致 可以说是非常完美 只不过有时会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变得有点不那么赵丽颖 比如这套迪奥的宣传照 咋一看我还以为是时尚博主陈一丁 定睛一看还真是赵丽颖 这么大的IP也会缺少变识度的时候 1.赵丽颖的最佳穿衣色彩分析 1.毛发色 眼珠色分析 毛发色和眼珠色基本上是我们人体基因色里最深的颜色 她决定了我们能穿的最深的颜色是什么 赵丽颖的头发色是偏黄的 且发质柔软细腻 眼珠色为棕黄色 就像一颗玻璃珠子一样透亮 眼神轻盈好动 2.皮肤色 眼白色分析 皮肤色和眼白色以及牙齿色 基本上是我们人体基因色里最浅的颜色 她决定了我们能穿最浅的颜色是什么 赵丽颖的皮肤细腻 橙像牙色 与头发色非常的对比 眼白为胡蓝色 与棕黄色的眼珠也是对比分明的 第三色彩定位 因此 赵丽颖给人的整体印象是年轻的 有朝气的 活泼的的感觉 属于四季色彩的春季型 和她同一个色彩季型的还有张柏芝 适合穿着浅淡 鲜明 生动 活泼的暖肌调色彩裙 下面具体说一下适合这个季型穿的颜色 方便给姐妹们逛街时一个参考 二 适合春季型人的色彩有这些 第一 象牙色 象牙色 属于基本色 上下装皆适合 可与多种颜色搭配 适合在任何场合使用 暖色 体现出一种轻柔 淡雅的特征 赵丽颖穿这个象牙色非常的漂亮 脱离了少女的稚气 保留了女性的柔美 给人一种少女刚刚长大成熟的感觉 第二 明黄色 明黄色 属于辅色 最适合穿的色彩 多作为上装用色 可以与任何颜色搭配 但要注意面积比 适合休闲场合使用 暖色 体现出一种柔和 清新的特征 赵丽颖穿着这个明黄色也是非常的好看 无论是休闲的T恤 还是挂博士连衣裙 都体现一种柔和 清新的感觉 第三 浅水蓝 浅水蓝 属于辅色 多用于上衣 丝巾 连衣裙 毛衫 围巾等用色 可与多种颜色搭配 适合休闲场合使用 此冷色具有暖倾向 体现出一种清爽的特征 冷色与暖色的区别 主要是看色彩给人的感受 并不是说只要是蓝色就是冷色 或者只要是黄色就是暖色 浅水蓝就是蓝色中偏暖倾向的蓝色 姐妹们也不必死记这样些颜色的名字 一般情况下冷色里加入了白 或者蓝色加入了绿 都会出现暖倾向 下面说一下春季行人必须要避开的蓝色 会显得人病态的感觉 三 不适合春季行人的色彩有这些 第一纯黑色 黑色给大众的印象似乎是个万能色 好像什么都可以搭配 这话是没有错 因为把所有的彩色混合之后都会变成黑色 但是穿黑色好看的人并不多 这是因为最适合穿黑色的只有冬季行人 其他的季行基本都不适合穿黑色 再需要用到黑色的场合 都需要其他接近于黑的颜色代替 第二纯蓝色 纯蓝色是纸色彩里只有蓝色 没有混入其他的颜色 是极冷的颜色偏暖调的肤色穿着时会显得皮肤辣黄 成病态的感觉 第三纯黑加纯白 纯黑是冬季行的色彩 纯白也是 两者在面积相等的情况下 会形成非常强烈的对比 虽然春季行也是对比型 但是更适合用象牙色配暖灰色 姐妹们可以对比一下这两件件条纹衫 是不是前者只见衣服不见人 后者会显得平衡很多 更为耐看一些 只要穿对了衣服才会让你好看呀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